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負責任 熱血君 今天來到了蓋特沙嘎 蓋特篇 唯二兩本的第二本上半部 蓋特小隊們將會受到什麼樣的磨難呢? 不負責任 熱血君 如於八武藏上次與水母戰鬥出色的表現 受到博士與夥伴們的認可 成為了蓋特三號機駕駛員 順理成章的搬到了鑿女研究所居住 八武藏興奮不已 不斷高歌表達自己的喜悅 吵著龍馬睡不著覺 大大迅士武藏一番 這時武藏剛好尿液湧現 前輩們抱歉 我剛好想要閃尿 我去一下廁所就回來 你馬的又沒有開戰 你閃什麼尿 快去快回啊 心花怒放的武藏便高歌離去 準人 武藏似乎還不曉得敵人的可怕 真怕他太掉以輕心 會導致樂極生悲啊 唉 隨他去吧 你瞎操個什麼心 反正武藏注定會嗝屁啊 我的意思是說 傻人有傻福 提供疲狂人 不如先擔心你自己吧 武藏去廁所途中 不慎踢到地上的血跡因此滑倒在地 瞬間清醒的他 看到研究所走到絲痕片野 這才驚覺有敵人入侵 於是武藏飛快衝去機庫 確認蓋特戰機的安全 卻不幸遭到幾個爬蟲人不講武德搞偷襲 武藏大意了沒有閃 肚子因此被開了個大洞 身受重創 他面對的敵人是地龍一族 地龍加羅告訴武藏 在恐龍帝國裡 因為地龍一族有超能力 被視為怪咖不受待見 所以他們要破壞蓋特立下功勞 提升所有族人的地位 儘管武藏血流如柱 傷勢嚴重 但這裡終究不是他燃燒生命的思索 肝子漢的武藏 強忍著極度痛楚 立即發揮柔道專長 瞬間摔死眼前的敵人後 趕緊按下警報裝置 通知夥伴們敵人入侵 此舉也連帶牽動到研究所的防衛機制 機庫大門作動緊急關閉 地龍一族入侵機庫 破壞蓋特戰機的計劃只能宣告失敗 地龍特拉只好趕緊離去 另一方面 發現武藏受傷的龍馬隨即朝地龍加羅再補一具飛梯 確保他完全死透 並連同準人發現了地龍殘黨特拉逃出的地點 準人提醒龍馬 敵人肯定還會再度來襲 龍馬表示求之不得 一定要將爬蟲人殺得一隻不勝替武藏報仇 逃回營地的特拉向頭目尼奧報告 研究所內部的狀況以及蓋特戰機的位置 尼奧得知情報後 顯得胸油成熟 勢必要在下次進攻時將蓋特給徹底破壞 研究所方面 龍馬和準人找上了研究所裡的瘋子 夫島博士 索要一些極具破壞力的武器 準備對付即將到來的敵人 果然敵人並沒有讓龍馬準人等太久 地龍一族傾巢而出 再度襲擊鑽尼研究所 龍馬則早已耗枕以霞超級重裝武器 將地龍一族幹得人養麻煩 與此同時 先前本該死透的地龍加羅 如上司般突然復活 襲擊鑽尼女博士 此舉驚動一旁養傷的武藏 他立刻起身擋在鑽尼滿以及元氣面前牽制對方 好在準人及時趕制 一槍崩掉了加羅 雖然武藏也與準人來得太慢 但心中還是很感謝他能趕來相助 眼看手下們都被龍馬 準人親個金光失去聯繫 尼奧只好駕駛機械恐龍襲擊鑽尼女研究所 這下情況非常不妙 能駕駛巨熊號的鑽尼女博士 早前被加羅打得昏迷不醒 武藏腹部又呈現大出血的狀態 龍馬等人顯得無技可施 面對機械恐龍瘋狂的蒙攻 研究所開始倒塌起來 龍馬藉機支開準人後 來到了機庫大城 找讓輔導博士裝滿彈藥的飛鷹號 準備實行神風特攻隊攻擊 不過以龍馬憋角的演技 騙不了夥伴們的法眼 準人與負傷的武藏紛紛趕到機庫與龍馬相會 心裡明白龍馬決心的準人 即使眼下狀況十分惡劣 但總有預感能贏得最後勝利 於是蓋特小隊們團結一心 面對機械恐龍瘋狂的炮火下 緊急合體為蓋特一號機 成功衝出了研究所 不過蓋特小隊在與女奧拼死的搏鬥中 重傷的武藏腳卻突然不聽使喚 女奧則抓到了這一瞬間的破綻 立刻呼叫手下們掩護攻擊 將蓋特一號機打至強行解體 而武藏則因失血過多 逐漸失去一事 因此當場墜機 尼奧劍持量機 再次聯合手下們使出合體攻擊 準備載掉巨熊號時 飛鷹號與獵豹號以極快的速度 緊急於巨熊號合體為蓋特號機後 立刻抓起尼奧駕駛的機械恐龍當肉盾 遺擋眼前的致命殺鑿 尼奧因此致死惡果 被手下誤殺 手下接著也蠶死在蓋特號機的鑽頭衝擊之下 陪尼奧一起共赴皇權 勝利後的龍馬三人 鬆口氣的躺在駕駛艙閒聊 迎接著即將到來的日出 嘿嘿 多虧本大技術高竿 你們才有命活到現在啊 幹勒 你還好意思說 是我們救了你一命吧 尼馬的武藏 差點被你嚇到又閃尿了 好險大家總算都活下來 此章開始是賢爺畫風轉變最大的一集 脫離了守種時期的畫風 與福島博士臭味相投的龍馬 來到福島博士的實驗室 測試著他發明的重型裝備 正當福島博士準備向龍馬炫耀著 自己最新發明的武器時 研究所傳來的警報打斷了他們的交談 武藏通知龍馬恐龍帝國藥塞在日本海域附近浮現 龍馬不好了 恐龍帝國的藥塞突然出現啊 呃 你真的是武藏嗎 才幾夜沒見 你的臉就跟上一集差這麼多啊 靠妖蕾都什麼時候來開這種冷笑話 你自己也不是一樣 哪泥 恐龍帝國藥塞不斷散發出迷樣成分的氣體 聞到這氣體的人紛紛倒下 更麻煩的是 大量的機械恐龍圍繞在藥塞四周 不斷對攻擊過來的戰機發動反擊 形成了戒備森嚴的防護網 找一女博士向龍馬等人說明 恐龍帝國正在利用排放粗的氣體改造著大氣 眾人交換意見之後 決定讓蓋特潛入恐龍帝國藥塞內部進行破壞 代替使用核彈攻擊給地球造成的傷害 蓋特一號機來到事發地點 面對他們的事 前部後繼迎面而來的機械恐龍集團 興奮的龍馬隨即起出福島博士新開發的格林機槍 瞬間秒殺了這群烏合之眾 但此時戈爾卻不講武德 立馬命令士兵們發射龍炎炮 順利擊中了蓋特一號機 正當戈爾以為蓋特被轟得屍骨無存時 蓋特小隊早已切換為蓋特二號機 成功潛入恐龍帝國藥塞內部 進行吹枯拉小的大肆破壞 緊接著龍馬趕緊分離 來到了機械恐龍製造工廠 合體為蓋特三號機 龍馬 準人 武藏 倚仗著蓋特射線的優勢 肆無忌憚的以蓋特三號機 加上蓋特一號機 大肆屠殺大批的機械恐龍 最後龍馬在以終極殺雜 蓋特光束做結尾 將工廠轟得稀巴爛之後 便飛速逃離恐龍帝國藥塞 失去了機械恐龍製造工廠的格爾 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潰敗 格爾依照慣例崩潰著 朝龍馬等人施厚著要殺光人類 身經百戰的龍馬便馬上嗆毒回去 要格爾需要屁股放馬過來 一個瘋合日曆的上午 龍馬與武藏來到鑿雲碼住處做客 你馬的怎麼才帥沒幾夜 我又變回首腫畫風啦 哎呀 別計較這麼多了 你再帥也沒有世界最後之日時好看啊 早安女滿輩武藏哄得心花怒放 不能自禁 因此特地為武藏做了不少好料 撐破武藏的肚皮 率先回到早安女研究所的龍馬 與博士還有準人 討論著夏天才會出現的自然現象 雷暴雲 與此同時 研究員慌張的來找早安女博士 告訴他 潛艦高原突然發生了奇怪的龍捲風 就在早安女博士號令蓋特小隊出擊的時候 早安女滿趕來通知龍馬等人 武藏因為吃太多 躺在地上無法動彈 不過由於事態緊急 滿還是強行將武藏拉到疾苦參加作戰 於是武藏只好硬著頭皮 隨龍馬等人一同出發 飛到了奇怪的雷暴雲內探查 因此遭受埋伏在裡面的三頭機械飛龍襲擊 蓋特小隊被電得苦不堪言 四散各處 待龍馬醒來後 發現自己墜落到了廢墟裡面 並且有幾個黑影在龍馬附近 虧視著龍馬的一舉一動 原來他們是一群災難的倖存者 頭目稱呼自己的團體為四年四班野狼組 通過野狼組提供了情報 發現了造成龍捲風的罪魁禍首 就是恐龍帝國派出的機械獸 以及恐龍帝國的前線基地位置 更驚訝的是 恐龍帝國的前線基地 竟有張帝王戈爾的臉 龍馬這邊 急著為在事故中上命的親人們報仇的野狼組 趁機打昏了阻止他們莽撞送食的龍馬 並且不顧自身安危 拿起一堆炸山用的炸藥 衝往敵人的基地準備執行萬歲衝鋒 好不容易清醒的龍馬 趕緊追上去試圖阻止他們平白送食 卻發現有個孩子已經抓著炸藥 衝到了恐龍帝國的基地 就在小男孩即將上命之時 准人緊急現身救下了他 並且以急速的神法閃躲敵人前撲後繼的攻勢 與此同時 一旁的龍馬看到遠方有個不命物體 急速朝基地衝了過來 原來是飛鷹號達到此處 飛鷹號隨即發射飛彈 擾亂敵人攻擊 協助准人帶著小孩成功逃脫 經過准人向龍馬解釋 他和武藏早就來到基地埋伏 剛好看到小孩出來送食 才出手相救 操縱飛鷹號的辨識武藏 就在兩人鬆懈之餘 恐龍帝國的基地又帶著機械颱風們殺了過來 於是龍馬與准人趕緊帶著小孩逃命 並且隨著早已降落的武藏指示 來到早已就定位的蓋特戰績上 並在強風的侵襲下 立馬合體為蓋特一號機 開始對敵人展開一連串報復 將機械颱風們打的西巴拉安按在地上摩擦 就在龍馬與戈爾的前線基地纏鬥期間 俗辣的戈爾叫來了躲在雷暴雲裡的三頭機械飛龍助攻 遭受敵人不講武德圍攻的蓋特 多個地方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嚴重破壞 另一方面 看著同伴們一個個死去 野狼族的頭目失去理智 綁著一堆炸藥 誓藥與基地同歸於盡 行急的龍馬趕緊衝向引爆炸彈的頭目 保護他的性命安危 劇烈的爆炸衝擊著龍馬等人 還歪打正早地摧毀了基地的動力室 導致基地內部呈現連鎖反應一一炸毀 幸運的是 頭目總算被救了下來 不過 基地還有三分鐘就要爆炸了 正當龍馬等人準備要撤退的時候 夥伴們才發現龍馬為了救下頭目 在劇烈的爆炸中早已身負重傷 眼睛也看不見了 而且命大沒被炸死的三頭飛龍還纏住了蓋特一號集 然而 離基地爆炸只剩最後的一分鐘 龍馬憑著觸覺按下的分離按鈕 協助準人與武藏脫困 隨後前線基地發生了巨大的爆炸 三頭飛龍被炸的粉身碎骨 並且波及到了準人與物藏 而著女研究所這邊 眾人經絕與龍馬等人的通訊中斷了 發覺事態不妙的著女博士 只好趕緊號令搜索隊出發 尋找生死未捕的蓋特小隊下落 那麼 今天的故事就介紹到這邊 要是覺得熱血君整理的不錯 也可以點擊影片右下角超級感謝 請熱血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感謝您的支持 讓團隊可以提供更多優質又懷舊的動畫介紹 喜歡古早味的朋友一定要訂閱 不負責任風動漫 不負責任熱血君兩個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